相信聽過這首歌的你 應該坐兩元的巴士 不過這樣也無所謂 春笑 情人共歡笑 兄兄弟與情話愛吊 春笑 杯酒醉春笑 一杯拳君有千醉半君笑 春笑 情迷有酒醉 高歌歡舞情浪愛潮 紅唇像火焰聞多美妙 情懷將火焰愛得真微妙 就算那冰山都變水 在外戀之中一切太微妙 珍珠 鑽石與翡翠 雖價值寶貴 我亦不想要 我要你伴我今少 有時分意外 其實什麼都不願意 無望啊 楊相不想要 很誇張啊 鑽石 年萱瑣 這麼� musunuz 此別选 Lean 那次分意外 因為看到更多的笑容 日文童忠仗… varying�場 离起金 ichen sky Ryu… 我要,你給我歡笑 假意在欺騙,我也不緊要 春笑,快樂過春笑 今晚以後,其實一切都不重要 這首歌,嚴格來說 應該是我小學應該是一年級左右 一年級不會有什麼印象 我記得有一個瓦型的同學 那時候一定有瓦型的同學 其中一個也很有印象,兩兄弟 哥哥也很大的 家裡很有錢,經常冤枉他請他吃 因為你小時候沒有錢 他的合作社 為什麼叫合作社呢? 麻煩留言說說 即使是在YouTube或Patreon 這首歌的時候,為什麼這麼有印象呢? 尤其是他的節奏 我覺得很有趣 可能現在也沒有這些音樂 如果你聽過這首歌 剛才我都說了 你可能已經超過60歲了 尤其像我那些 很小時候喜歡聽音樂 任何音樂給我聽了都會上誓 同時,那時候應該是 John's Volta、Grease 那類的Saturday Night Fever 那種的音樂在一起 旁邊就不知為何要爆機給我們聽 那是一種我美好的回憶 還沒說到今天的節目主題之前 自從轉了兩集 又分為Patreon版和YouTube版之後 YouTube那裡 相對來說 當然會跌了觀看 有些人就轉了去聽Patreon 即是一直聽就利落一點 你不會聽聽 YouTube當然是飛去聽Patreon 不過都要真的 怎麼說呢? 幾個轉變都挺特別的 第一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說話多了 時間長了很多 而播歌竟然只有11首 甚至10首都有 可能因為斷了兩集之後 還有在Patreon特別的部分 即是加料的部分 我是多說了很多自己的 因為以前有很多我不能說的 在Patreon上 我盡量跟大家說 因為當大家像朋友一樣 所以都沒所謂 有些人都開放說 都會交代一下自己去向 當然是自己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有很多事情想跟你們說 其實都要多謝 其實這兩個星期 多了一群Patreon的人 老實實 不是令我 上星期的心意 我忘了說內容 就是什麼呢? 我的心意就是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錢一定不是我第一項目 因為真的不是令我可以 風衣足食 不過很重要 一定要快點說 不改這個字 就真的覺得 大家真的 就算我 我之前也是 你們給了錢 我都沒有要求我做什麼 所以更加覺得 拖延了他們 更加那群Patreon的朋友 在這裡讀一下他們的留言 上星期都有很多事情說了 補回這首歌送給你們 I guess mine is not the first heartbroken my eyes are not the first to cry I'm not the first to know There's just no getting over you I know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you Baby 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 to do I'm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But now there's nowhere to hide Since you push my love aside I'm out of my head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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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ead is saying Fool I get that head My heart is saying Don't let go Leave on to the end That's what I intend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But now there's nowhere to hide Since you push my love aside I'm out of my head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I celebrate with you 有些东西都会在这里说的 之前也有说过 今天的题目很有趣 叫失马 没有一只马 当然不是说了 你知道吗 是懸疑的 是古龙的 就是彩勇失马 没有一只马 究竟你会得到什么呢? 首先打头阵 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很多人喜欢听我说一些废话 播歌听我的废话 也可以叫做娱乐一个下午 因为是星期六的晚上 又或者在英国的时间 实际上我弄错了 把时间拌乱了一些时区 因为其实我在时区是非常混乱的 你听Patreon就知道为什么 当是买广告吧 讲一下我的经历 话说在我刚刚20多岁的时候 我曾经跟一班人 八个人 加上我之内 八个人 做某些行业 因为我在一间公司做了 我就跟他们说 喂!有前途啊! 那个刚刚起步的行业 我就跟其中一个 我比较熟悉的人说 那些人是什么呢? 我是想向他面前威慕的 我经常觉得我成功了 在那里做了一些事情 因为他那时一直都在高位 我觉得好像别人看我 其实这种真的是自卑感 这个真的要隔了很多年之后 我才知道 当然能拔掉 我就跟他一起去 因为他人免广 他认识了不同的人 包括什么呢? 有个做设计很厉害的人 曾经都赚过很大的钱 因为其实97年前 很多做设计的人都赚了很多钱 我有个朋友 根本不是设计很厉害的人 加上一个设计者 三个人 在北角租过四次楼子 帮助一些人 卖全版广告 那时卖全版广告 会负责一些公司的 可能卖个广告 几十万的 他们中间有一些 有30%的 不用多了 五、六十万的卖个广告 会有十至二十万的 因为那些报纸 即是东方那些 就是收费的 升到那些 那时头版真的要这些钱 可能大家真的幻想不到 他说整天的包包 有二三百万在身 即是赚钱 他们都赚到大钱 但是后来两个人都赚了 其实有时候 有些人是不懂得 管理这些钱的 先说回那边 另外 有一个是现在都在做一些 婴儿用品生意的 都算是真的 业界的 即是投名了 另外 有些是漫画家 也有一个 后来做了一本雜誌 很受欢迎的游戏 当然现在都没有了 游戏雜誌 死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做电脑的 因为我们的行业 都是电脑有关的 夹了一群这样的人 我以为 这次夹了八条烟 对不对 我自己在那间公司做了这么久 就摸熟了一个门路 即是自立门户 买齐机买齐 我还记得 现在还有时候发梦 发到他那里的 就是在即如冲 现在已经拆掉了 工业大厦 那里是三千尺 对不起 五千尺 说错了 五千尺的一个 大的一个写字楼 即是工厂 因为那些是工业 那里大约有一部机 当我们生产 其实很老实实 以一间新公司来说 都算不错了 我自己一个人 都拿了百分之七十的单回来 其实是够养一间公司的 但是结果 其实他们也是不满意 即是他们觉得 可能我出了太大了 即是他们以为 一够钱就赚 即是走 那结果呢 就在有一年 他就踢走了我 七个人投票 踢走了我 我就很伤心 我就跟他说 既然你不要我 你不如不要我的客人 因为当时的客人 我大部分 我带回来的 他们当然不会骚我 全部都拿走 然后还要一毛钱都没得赔给我 即是 只是给出那份粮 那份粮 那份粮 当然没有了 因为我未够 是一个时间 那样 我记得那时候 我还掌身戒 每天要出去 结果 即是个人很不开心地 就过了一段时间 不过 我有个好处 就是过了四天之后 整个人 就没事了 那我觉得 没有什么天大地大 不会死得的 那结果 其实我觉得 人的话 即是蔡庸失卖 燕之非福 就是因为 有一帮这样的人 出卖我 然后呢 我就立定决心 以后呢 都是自己一个做生意 结果是怎样 听完这首歌就知道 但也有点衰落 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 订阅一切 那边 就知道 也刚才是 设厌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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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